哈喽伙伴们大家下午好啊 今天是1月6号下午4点多了 然后呢我也是这是2021年进入新的一年以来 我第一次出视频 这期视频呢我主要想对我上一年做一个总结 并且呢对就是今年有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跟大家去闲聊一会儿啊 这节呃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就是纯粹的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呢我用我的Xman的去跟大家去简单的说一下吧 至于去年 哎我打错了打开成这个铜花顺了 炒股票啊 我没炒 我就是看看股票怎么样 然后呢自己是不太喜欢去炒股票的 因为风险太高了 当然如果买基金的话还是可以的 好Xman的 今天就是闲聊 就是跟大家在那随便聊聊 我主要还是坚持我的那个大体方向 就是通过原代码的方式 以及一些网络推广的手段来就是教大家怎么去 在自己工作中工作之外的时间 就是创造点副业 OK 这节目就是闲聊吧 好 去年 我们总共讲了几个大模块啊 第一个就是三合一 加机器人 2020年 一个是三合一 加机器人 一个是小说项目 一个是影视项目 飞飞吧 飞飞项目 一个是全聚合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比如说是图片站呀 还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有的 包括发卡站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讲过的 如果谁没有的话就去这去看一看 好吧 这个是赚钱项目 分这几大块 然后的话 同样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思路篇 思路篇我也讲了很多啊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想 我始终坚信 圆满本身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价值的 你最重要的是 你的思路 因为一个工具呀 有的人拿一把斧子 去砍树 那那那砍的还差不多 但是有人拿着斧子去切肉 这就不一样了 你切肉的话 拿斧子肯定是不行的嘛 对不对 好 思路篇 我强烈建议大家 去看 OK 然后第三大块呢 主要是讲的是一些小白 小白基础理论 就比如说怎么买服务器呀 怎么去买玉米呀 怎么去装宝塔 这一块呢 希望大家也是去看的 一些小白朋友可以去看 一些高手的话 我建议就直接跳过这一块了 还有一些比如说怎么翻墙 翻墙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服务器 域名 哎呀 我这真的是买了好多了 算下来的话 我2019年12月27号买的第一台服务器 然后呢 这一年下来 我买了至少不下十台 为了给大家演示 当然 当然也是有那个什么的啊 当然也是有回报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使劲买了 对吗 那OK 好 2021年 我还是分为几大块吧 就是 首先先说一下 就是我准备 一年更新 一年更新100到150部 先视频 一年就是更新100到150 然后的话 我的编码顺序啊 也会变化 我不以日期做编码了 因为很多朋友在这给我提意见啊 我去找你的东西根本就找不到 不知道去看哪一个 我自己都忘了 那OK 现在的话 我们是以 以序号 来编码 就是说 我会在每期的视频的封面 包括 是在那个标题上 我都会写上几号视频 比如说今天是2021年 1号 不不 2020年的1月6号 是我出的第一个视频 我就写上序号1 以后 如果大家在群内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会说 你直接去看 几号视频就行了 2021年5号视频 2021年10号视频 大家可以这样子来看啊 这是一个 一个东西 这样子大家会找东西 会更方便啊 一年更新100到150部 OK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月吧 这个月就是1月份 我准备围绕着 围绕着全聚合 把我们的那个什么 飞飞CMS 还有小说 CMS 还有一个是三合一 把这个东西都集合在我们的全聚合里面 就是完全把它打通 然后呢 我同样会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些横向对比 横向对比 比如说 比如说几个小说 CMS 到底哪个好 几个影视 哪个好 还有就是其他的 就是做一些横向对比吧 还有这个月的话 我打算就是说 我打算就是说再次讲一些那个什么 讲就是梯子 就是讲翻墙 因为有很多人是不会翻墙的 我最最晚的一期那个翻墙的教程可能是2020年4月 所以说现在也2021年了嘛 那个V2ray已经出到的VLess 之前就是VMath 然后这个架构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些更新一下 还有呢 就是 还有一些就是说 这几大块吧 今年还是项目方面 项目方面我们继续围绕着以原代码 以原码 网站 这个为核心 以这个为核心的转型项目 还有就是第二 多扩展思路篇 然后第三就是推广篇 推广篇呢 我可能也会采用其他的几种方式 就是市面上常见的几种方式 教大家怎么去引流 这个可能是作为 作为2月份的重点 来更新 好 那同样 项目方面就是思路篇 这个也是重点 不会变 首先就是在讲到这 真的是一年下来 2月21号开始发第一个视频 然后呢 转眼间已经接近一年过去了 也真的是在此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还没有订阅我的 也希望你订阅我一下 我敢保证一点 就是说你看我这个频道不会后悔 好吗 好 然后呢 再下来 我琢磨琢磨啊 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 我讲什么东西 我不喜欢打草稿 打了草稿之后体验不出来 我这么多高端大气了 是吗 开个玩笑啊 确实是没有打草稿的习惯 就是讲到哪说到哪 这样是最真实的 我也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我 项目篇啊 好 还有就是推广篇 我觉得一定是那个什么 一定是重点的 还有就是拓展训练 拓展篇 我还是希望就是 关于赚钱呢 不仅仅只有做项目才能赚钱 你赚钱的方式有很多 我始终坚持着就是 就是一些理财啊 各种方面的都可以赚钱 包括比特币的一些投资 这些东西呢 大家都要去想 我想的就是在 2021年 我还是一定会再拿这个赚钱的东西 跟大家弄到一块去想 就是说帮大家理清楚思路 还有继续深入的分析 短期项目 短期项目 中期项目 还有长期项目 OK 这个大概就是我2021年这几个大点啊 然后呢 然后下一期视频我准备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说呃飞飞CMS还有这个全聚和CMS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有的人无从选择因为它两个都是影视你根本都不有的人说哎我做了做了飞飞我能再做全聚和吗哎我做了全聚和还有必要去做飞飞吗那我告诉大家是有必要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相关联起来 OK那这节就简短的说吧就讲了十分钟我也想的是尽量的节省大家的时间好吗那OK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我们明天或者后天见好还有最后再提醒一下啊大家可以看我上期视频上期视频呢我把全聚和的那个圆码已经免费的给出来了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那下载当然需要打包的时候自己去买那个插件也可以找我来帮忙 好两种选择OK在此就还是感谢大家一年来陪伴啊好拜拜下期见